每周一三五固定在瑞芳市场三楼举办共餐的瑞芳老人会 二十几年来都由教务老师来带领银法族舞出健康活力 虽然老师超过八十岁体力大不如前 但他还是坚持要活就要动的理念 固定来教大家跳舞动一动 空旷的舞台空间 在平日白天经常见到老人会活动 位在市场楼上 一群阿公阿嬷跳着海草舞热情洋溢 露出了仿佛小孩的活泼表情 这些都归功于教务老师薛秋霞 辅助二十多年岁月 陪伴瑞芳在地的影法朋友们一起舞蹈 我是结婚来的 我是宜蘭人 我是宜蘭的人 我来五十多年 所以我一直都住在瑞芳 这边老人都跟你很好 是 这都差不多跟我 有的都我一两岁 有的都是七十多 老师你说你几岁啊 我二十六年次的 我实际年龄是八十二 真的是非常成熟的老师耶 头发都白啦 老师没有体力耶 你教我们一下怎么做保养的吗 没有啦 我也没有保养的时候 就是运动 因为要活就要动 就这样 跳舞跳到流汗 身体也感到循环代谢的畅快 接着便是引颈期待的共餐时光了 大家宛如家人一般 为坐成一桌 聊聊这桌的近况 我们这个 的齐聚与热心复出 彼此建立互相关怀的熟悉感 也让在地变得更加温馨融洽 期望更多地方长者们 加入老人会的大家庭 成为生活中彼此依靠的伙伴 记者超浩文 瑞芳采访报导